烏戰激發美國對抗中共反藍武器戰略轉向 張曉寧曾要求聯繫大使館、市政人出庭作證 泰勒引發大選焦點、投資者關注電動車政策 大陸的香港月餅引爭議、當局立案調查 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今天頭條,我是張欣 今天是香港時間9月18日 在節目的最後,我們還有一個特別的旅遊推薦 幫助你發現新的旅行靈感,不要錯過呀! 下面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美國正在集結大量廉價且移於製造的反藍武器 作為美國在印太地區威懾中共的一部分 美國政府懷疑中共將從俄羅斯進口的濃縮油轉口到美國 幫助莫斯科擾開美國的禁令 俄烏戰雙方傷亡人數已經達到約100萬 俄軍士兵在自己國家因為軍備供應不足而投降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導彈行業首席執行官表示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促使美國的思維向著一個新的思維發展 就是準備大量相對廉價的武器 美國現在緊測試一種,好像魚雷一樣價格相較低廉的空中炸彈 它配備了低成本的GPS制度套件和可跟蹤移動物體的素描儀器 美國空軍上個月在墨西哥灣的一次試驗中使用了一架B-2隱形轟炸機 用該炸彈擊中了一艘目標船隻 據業內高管透露,美軍印太司令部想要數千件這類武器 只要有足夠多這樣的武器,中共軍艦的防禦系統就會不堪一擊 目前,美軍有大量武器裝置暴處在亞洲 根據美國政府的軍購計劃,本來五年期間將購買800多枚SM-6導彈 再加上可以動用的數千枚戰斧導彈和數十萬枚聯合直接攻擊彈藥庫存 如果印太、台海爆發危機,中共政府第一時間就需要應對美軍戰略儲備和導彈襲擊 中共的軍艦將會直接成為目標 此外,法學家袁鴻兵近日對看中國表示 中朝有時會在國際舞台上進行一些表面的外交動作 試圖掩蓋他們之間的緊密合作關係 金教皇朝實際上就是中共患養的一隻走狗 金正恩的一切舉動都是為了配合中共政權的全球擴張戰狼 美歐的援助武器可能被允許用於打擊俄羅斯境內的戰略目標 而北韓此時炫耀核武正是為了牽制烏克蘭及北約國家的行動 近日在聯合國會議上,當美國指責中共不應該向俄羅斯提供武器時 中共駐聯合國代表耿爽卻說 打不贏俄羅斯是你們沒本事 這句話震驚世界 有人說中共外交官很少能夠覺察到自己對外說錯話了 他們以為這樣在內部會立下大功 還有人說他們是秋後的草蠻不跳得多久了 另外,《華爾街日報》指出 俄烏戰烏軍損失約48萬人 其中8萬人死亡,40萬人受傷 俄軍損失可能高達60萬 其中20萬人死亡,40萬人受傷 如今烏克蘭進攻俄國領土已經43天 俄軍派遣大量軍力匯防 但俄軍承認收回領土的進展不容樂觀 17日,在X平台熱傳消息指出 在庫爾斯克行動中,烏軍呼獲13名俄士兵 俄軍對他們的補給已經不足以維持戰鬥 在庫爾斯克克魯什科夫的南部 俄軍敗退出讓了近34平方公里土地 X帳號精偉評論說,普京重新徵兵的速度 能超過烏克蘭做無人機的速度嗎? 俄軍的打法仍然停留在二戰時期 福布斯的消息說,俄軍用3萬8千名士兵 對戰1萬烏軍都未能取得優勢 還導致8千俄軍面臨被包丑的危險 在波克羅夫斯克方向,俄軍的兵力是烏軍的4倍以上 隨著俄軍持續派兵增至5倍,但仍然無法推進 烏克蘭的人口中不到俄國的四分之一 西方援助的先進武器成為了擊退俄軍的關鍵 烏方說,正在早見10個新的烏克蘭女 扎蓮斯基對CNN說,烏克蘭需要14個旅做好戰鬥準備 以達到下一個未公開的戰略目標 烏克蘭以採取措施解決冰原問題 但西方的軍事援助的仍然不夠 幾乎以致力於增加國內無人機產量 並從倉庫或後備旅轉移軍備,以維持前線需求 目前俄國有超過200個軍事目標 位於美國提供的陸軍戰術導彈系統射程內 對俄國的打擊是尋求和平談判的關鍵 否則普京政府不會有興趣與烏克蘭談判 烏克蘭情報委員會主席澤維·特列維奇 16日告訴《金融時報》 新訓練的烏軍部隊可能會在3個月內衝擊戰場 同時俄羅斯杜馬爾長玉洛金表示 如果我們的城市遭到深度攻擊 俄羅斯將使用更強大的武器進行反擊 這些武器已準備就緒 我的理解是 俄羅斯再次用核武器威脅北約和歐洲 16日張曉寧試驗殺害紐約知名律師李俊俊一案 進入審判的第五天 這一天四名證人出庭作證 法庭回放李俊俊被刺身亡當日 張曉寧肯109分局接受審訊的過程 四位證人包括李俊俊的助理Chris Lee 中文翻譯黃警官 一位探員和一位法官 通過審訊錄著顯示公辭和目擊證人 以及警方隨身攝像頭記錄的內容有很大出入 Chris Lee詳細回顧案發當日的情況 她從張曉寧手中奪下了空氣 在案發前三天 張曉寧曾在李俊俊的律師樓鬧時 並對李俊俊進行了鎖後攻擊 發出一命換一命的死亡威脅 案發當日 張曉寧再次來到律師樓 李俊俊曾告訴她 張曉寧會拿走文件 五分鐘後離開 但是無奈之後慘案發生 張曉寧站在李俊俊身後手持空氣 Chris迅速奪下刀 並控制著張曉寧直到警方趕到 在當日的審判中 法庭回放了張曉寧接受審訊的錄影 錄影顯示 張曉寧曾經要求聯繫中國大使館尋求幫助 她承認自己當時在辦公室 拿出了幾面中共國旗 但對於作案經過拒絕回答 此外 法庭還出示了李俊俊的遺體照片和傷口照片 法醫表示 李俊俊身上共有四處刺傷和兩處割傷 其中最致命的傷口位於頸部 是動靜脈被切斷 因為失血過多而死亡 張曉寧的公辭和證人證詞 以及警方錄影存在諸多矛盾 一位當日旁聽的民運人士表示 從張曉寧的公辭來看 她非常狡猾 編造了很多謊言 例如 根據警方的隨身攝像頭錄影 李俊俊是在位置上倒地 面向下 倒地之後失去意識 但張曉寧卻聲稱 李俊俊在門口跌低 還跌在她身上 這與目擊證人的證詞明顯不符 案件的審理還在繼續 10日 美國歌星泰勒·威斯夫特 在擁有2億8400萬粉絲的Instagram上 發表了一篇支持賀錦麗當選的帖子 獲得超過900萬個點讚 過去一個星期 她的名字出現在很多亞洲媒體的商業版面 而非娛樂版 根據英國《金融時報》報道 亞洲電池製造商的投資者 密切關注公眾反映 試圖預測美國大選的結果 被電動車市場帶來了變動 多年來 川普和威斯夫特一直針鋒相對 而威斯夫特對35歲以下年輕選民影響力較大 據說這次貼文吸引40萬粉絲 訪問美國聯邦投票資訊網站 賀錦麗支持拜登政府的電動車推進政策 但川普公開表示 如果她再次成功當選 會肯第一天取消電動車相關授權 削減對電池製造商的補貼 減少購買者的聯邦稅收優惠 以挽救美國汽車業免遭徹底毀滅 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曼斯 也支持將優惠重新用到汽油車上 近年來 拜登政府推動電動車轉型 目標是到2032年 三分之二的新車都是電動甲 很多電動車電池製造商是主要的受益者 為實現零排放 美國需要大約4,400萬個電動車電池 馬斯克對川普的支持曾引發外界猜測 認為川普對電動車的態度會軟化 但似乎並不是這樣 一些電動車市場的投資者對此感到擔憂 雖然中國的製造商主導全球80%的 里尼子電池供應鏈 但中國去年的電池產量僅使用了不到最大產量的40% 按照拜登政府的政策 預計在10年內能源稅收底面將超過1兆美元 這個被韓國和日本的電動車行業帶來了巨大的利益 例如日本從下公司 預計將從稅收底面中獲取7.85億美元 約佔今年該公司第一季度財年淨利潤的四分之一 雖然全球電動車銷量增速放緩 但電動車政策的轉變勢必成為這個行業關注的焦點 中國大陸知名的直播帶貨主播《瘋狂小陽哥》 在中秋節期間推銷的一款香港高端月餅 被揭露其實是在廣州製造 也沒有在香港出售 是在故意誤導消費者 而港星曾志偉也和小陽哥一起帶貨過這種月餅 促使銷量在一個月內衝破5000萬元人民幣 事件被揭發之後引發熱議 中共地方當局已立案調查 從8月下旬開始 三隻羊集團旗下的各大主播間 就開始帶貨這款香港美城月餅 主播們介紹說它是香港的高端品牌 但產品的產地基本都是廣州和佛山 原本這款月餅在淘寶和拼多多等平台 是59元三銷 但掛上香港名號之後 在三隻羊平台上的定價是169元三銷 價格飆升兩倍多 但問題是這款美城月餅在香港 既沒有線下也沒有線上門店 被質疑是假香港品牌 在周到質疑作虛假宣傳之後 三隻羊旗下的直播家 已經從14日開始停止了銷售 但銷量已經衝上5000萬 根據第一財經引述分紅數據表示 在曾志偉帶貨後關注量大增 售出的貨品中最大份額來自他 所以45%的分紅佔比屬於曾志偉 比官方門市的佔比還要多 曾志偉在九月份和小楊哥 一起帶貨這款月餅時說 這個送禮是非常好 而且對小楊哥所說的 他們在香港都知道 香港美城在線下賣700元一盒 也沒有否認 日前,在港者決賽期間 媒體記者向曾志偉提到這件事 剛說到月餅兩次 曾志偉面色未變 假裝沒有聽到 放下話筒就逃離了現場 但由於爭議還在繼續 月餅生產商廣州美城食品公司 16日終於公開表態說 公司隸屬香港美城食品集團有限公司 在2019年4月成立 香港媒體查詢後發現 香港美城食品集團 確有在香港註冊 但這家公司的註冊地址 只是一家秘書公司 負責接收信件的 公司註冊處有超過40家公司 以同一個地址註冊的 目前,廣州市花都區市場監管局回應表示 因攝氏生產商和大貨公司分屬不同地域 跨地域核查 需要協調多方屬地的監管部門 將進行加快核查 隨後在17日 三隻羊註冊地所在的安徽省 合肥高新區市場監管局通報表示 對三隻羊在直播中 涉嫌誤導消費者等行為 以立案調查 將根據調查結果 對出現的違法違規行為 堅決依法查處 這個事件在香港也引發熱熱 不少評論人士認為 事件很難定案是假香港品牌 但誤導消費者是十分明顯 希望之旅 一個可以讓你信任的旅遊服務 精品小團不購物 不趕路不拼團 獲得團友一致好評 歐洲的文化讓很多華人朋友都充滿了向往 而東歐則是一個會帶給你驚喜的地方 它不僅有著豐富的歷史文化遺產 還滿載著迷人的湖江山色和人民景觀 9月已經滿團 10月的東歐之旅正在報名中 今秋的日本和台灣 同樣是美不勝修 10月、11月的雙導遊 讓你肯享受美麗秋天的同時 還可以在台灣體驗高級的全新健康檢查 日本賞豐葉 以上均為精品小團 名額有限 趕快參加我們的旅行團 北美熱線 加1-855-955-5227 發郵件聯繫我們 或者點擊至頂留言中的連接 這次新聞播報完畢 多謝收聽 完整 請用的 吧 連接 塔 準備